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有关研究表明 吸烟会缩短人十年的生命 更会导致各种疾病 如果您吸烟或者身边有吸烟的朋友 我们奉全一句 为了您与他人的健康 请早日戒烟 下面我们一同来看一下今天的故事吧 种植烟 你们谁还有烟 我出一百元 买一个 唉 完了 种烟的种子 您的快递 这东西 能长出烟吗 但愿不是骗人的 我里可乖乖 还真长出来了 嗯 这云海真不错 我卖你一个 这下发大了 你再卖些种子去 种子还有吗 什么呢 这样下去可不行 去论坛问问吧 有谁知道种植烟吗 这群土匪 太好了 你还有多少 我的卖家已经有很长时间联系不上了 那你卖我一点 我用很多钱 你也联系不上 你不担心种子不够吗 你怎么会的 能教我吗 我把所有钱都给你 你好 有人在吗 进来吧 从我开始种植烟时 我很好奇种子是如何出来的 然后有一天 我发现我家的狗死了 只剩下一个皮囊 在它的体内发现了大量的种子 我才想起 昨天 它无吞种植烟的种子 你猜的没错 种子是从动物的身体种出来的 这是从我的狗身体种出来的香烟 你瞅瞅看 很难抽吧 这是我抽过的最难抽的烟 我就好奇是不是动物不对 然后我就在各种动物上做实验 但是全部难抽的要死 我怎么也找不到 好抽的烟是用什么肉种的种子 直到有一次 我用自己的肉体做了实验 终于知道好抽的烟是怎么种出来的 因此也失去了有臂 我想你已经猜到了 之前和你联系的卖家 在自己体内冲了过两个种子后 已经死掉了 所以 我这次找你过来 别 别 别讲 种子我不要了 你 你什么时候 就在刚刚的过程 不许动 我们是警察 把手举下 你醒了 现在你已经没事了 这是 哦 这里是医院 放心吧 你现在身体虚弱 先不要下床 这是一碗粥 你先喝了 对你的康复有帮助 谢谢 啊 不对 你给我喝的什么 这是什么种 你再猜看 你知道 种植烟的种子 是谁发明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欢迎来参加本期的问答活动 我们也给各位准备了精美的礼品 下期我们再见 老王我的表情终于登陆微信了 用微信扫描这个二维码 既可以下载使用 让王立马陪你聊天 么么哒 大家好 我是名字化是鸣 感谢大家 欢迎抱着恐怖故事 每周三星期 今晚日 啊